有关企业怎么经营这件事 其实我从来没有思考过 当我毕业的时候回到台湾 我想到的就是把我所学的东西 好好的把它发挥到极致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 第二个是要有一个好的方法 接下来你持续不断地去演练这些好的方法 在贾伯斯的这个短短56年的人生里面 其实他的成功几乎都逃不出刚刚讲的这几样 他有一个目标以后 他知道找到最好的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不断地演练 不断地改进以后 最后产生一个精致的艺术品 这就是1983年麦尽他这个经典的哥林电脑 这是我们哥林电脑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旅程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